刚刚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有个人,那些回应是非常粗暴 很强势,甚至好像有些想打人那样 那我就会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有几种可能性 肯定不是正常的回应,就是肯定不是的 那可能会怎样回应呢?譬如说,我都知道你很不开心 你告诉我,为什么不开心呢? 你问他说,他会说,可能他听完我们的说话的语气 他可能会柔和一点的 他说了四年,有些人都是重复的 就是重复都是那些问题,而我们都引导他很多 就是怎样引导呢?譬如说,这个问题是这样 你觉得有什么处理方法?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平常用的方法 你觉得有些人在面对什么问题?你想不想处理?有些什么方法? 他说,我想拿炸弹炸死他 那我再问的时候,知道这个人是信了几年的了 信了几年,但他都是这样的情况 如果这样的情况,他又说,我用炸弹炸死个人 那我就不处理那样东西 为什么呢?因为那样东西他实际上没有能力处理 那我首先处理他和神的关系 就是你,你是不是真的相信有个神很爱你 想帮助你的,你相信不相信 你想不想耶稣赦免你的罪,将永生赐给你 你可以一生蒙福,你想不想? 还有你祈祷能不能得到力量 你想不想祈祷可以平安、兴散? 就是我们询问他这些问题 而他说出来,他有这些问题,他愿意面对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先建立他的灵命 让他有力量,或者和他祈祷,让他安静 有些人如果说到处理生命 他还没准备好 他还没准备好的时候 他生命根本是有很多问题的 你根本在那时候不适当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我就会建立了他的生命 去和神的关系 或者多些和他祈祷,谈祷一下圣灵 他经历了圣灵,得到平安 然后我们才去想想 既然是这样的时候,可以对方怎么帮助呢? 如果他说,我生气他 我受不了,我处理不了 那我也了解的 真的有些人的关系是很难搞的 为什么呢?可能对方又打他 对方又抢了他的钱 可能有很多种问题 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就会处理一些问题 都是可处理的 但有些问题是难于处理的 比如说,对方又有分外情 又打他,又抢了他的钱 抽了他的钱,又欠债 但是说这些问题实在是很大的问题的时候 那这个是下一步才能够处理到的 所以我们分辨的问题 到底在这个情况处理到多少 首先建立他的灵命 然后才帮他怎么去逐步处理他的问题 他离婚是要离了死 就是有些情况 因为对方实在的问题太大的时候 就不是说你说柔和说话就能解决到的 是需要处理他的问题 但是依然在过程中是说柔和说话 就不是说粗鲁说话 就不是他说我打你,炸死他 那我们又不是跟他斗过 也不是吩咐他 他说你很想炸死他 那譬如吩咐也是没用的 如果他都跟你说炸死你 这个人实在是他需要处理他的情绪 和他里面的那些愤怒 那这个就不是我们说的那些普通情况 那这些情况 他譬如要炸死你 那你就问他 那我都尝试帮你 为什么你想炸死我呢 为什么呢 但是我们 因为他说你又帮他 那这个我们和人聊天 这一步道 我们不要帮任何一方的 我们说我见到这个问题 我们想找解决的方法 我们怎么去找解决方法呢 就不是说我们 就是不要帮任何一个 就是不是说他適合你 你说其实呢 人制关系都是 双方面都要处理的 就是这样 就让他知道你不是和他对立 就是我做辅导一定很小心的 就算明明有一个是错多些 一个错少些都好 我就不会 就说你坏了 你做那么多错事 这样呢 就立刻完的了 那个辅导就完的了 我一定是会说 我知道你两个都有困难 我知道你两个都有困难 那我们怎么去找一个解决的方法呢 一个处理的方法呢 好 OK OK 9 10 2 1 11 1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